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会像阶级斗争理论一样 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们识破 我很喜欢一位欧洲的学者的说法 他说越是简单化的理论 越是会让人类支付高昂的代价 他指的这种简单化的理论就是指文明诸托论 我不知道人类已经或者将要为它付出多少代价 但是我不希望这种高昂的代价要由中华文化来支付 2004年12月份 我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 2004人类发展报告的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在发表演讲前 仔细地阅读了那个报告 很幸福地发现 这个报告竟然是以反播文明冲突的主题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署长马克 马普朗先生在这份人类发展报告的前沿当中 干脆逆落地宣布 他说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化差异 并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冲突的主张 所以我在演讲一开头就立即回应 我说我很久很久没有在当内的文件当中 读到这么果断的词句了 沈士兵否定了什么什么 我说真让全人类眼睛一亮 《黄河医学》的这份报告当中 以南非大主教 培斯蒙图图的一句话作为写论 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 Delight in our differences 翻译成中文比较傲可 可以说为我们的差异而喜悦 对这个结论我需要解释几句 我们过去把差异做问题 后来形态改善以后 把差异当做要宽容对象 要理解的对象 现在这个结论却开辟了另外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对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 而应该欣赏和喜悦 也就是说人类不能没有差异 如果没有差异就没有了喜悦 我们就是了存在的意义的理由 这一点呢 让我进一步来解释我前一次所提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心中的欧基里德和格尔康布 遇到了我心中的去源里 里白和苏东坡的时候 究竟他们互相宽容还是互相喜悦 我先可以回答 当然是互相喜悦 就像一个人成年以后见到美丽的异性 就像在山口突然遇到了原来无法想象的圣景 这是一种对于陌生的精彩的一种刺激和接受 所以不是像原来所说的有差异导致冲突 真的是有差异而导致喜悦 如果这结论如果能够承认的话 那么在除了2004年之后 在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也以差异作主题了 我也应该出现了这个大会 出现了这个大会 我在发表演说的时候 以近半年前到中国来的欧洲传教师 立马斗作为题材 证明差异可以使双方读获得提升 不错 就诧异才能使双方获得提升 人类的文明如果要自诩明昂 有两条途径 一条是冲突 一条是统一 因此 维护诧异而避免冲突 还是人类文明的唯一生路